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我是宜安 以前有句古语 夫孝者百行之官众善之实也 自古以来 孝都是横廉的 一个人品行的重要因素 一个家庭最高级的炫富 不是房子车子 而是培养出知恩图报 厚道善良的后代 富养孩子是高明的方式 不是提升物质 而是给予好的家庭教育 纯良端正的家风 为人父母 最大的悲哀 不是疾病困苦 而是付出全部 却养出一个不孝顺的子女 外事看似偶然皆出过 其实早已在不经意间中下阴 正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只有及时纠正才是避免悲剧发生的唯一办法 昨天看了一个泰国公益广告 感触良多 视频中的男主人公巴扎是一名老师 为了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妈妈 他每天都将妈妈带到学校 并安排他坐到教室最后一排 可是学生们的注意力 总是被老奶奶吸引 不少家长也开始向校长反映辞事 几天后校长就这件事开了家长会 让不同意巴扎 继续任教的家长 在连署单上签名 结果却是没有一位家长在单子上签名 因为他们发现 自己的孩子在巴扎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学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品质 感恩 百善孝为先 如果孩子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孝顺 没有感恩之心 那再优秀又如何呢 孝顺孩子的父母 知恩图报 积极开朗 反之 不孝顺的孩子 大多在小时候就能看出端倪 如果孩子有这几个特征 请一定要及时纠正 随意顶撞父母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 父母请求他做一点事 他当耳旁风 不理不睬 父母耐心讲道理 他却不以为然 甚至道理比父母还多 父母批评他的错误行为 他却摔门而出 躲在自己的屋子里 我们都说 父母是天底下最盼孩子过得好的人 假如一个孩子 连父母苦口婆心的教诲都听不进去 日后还能记得父母的好 还能孝顺父母吗 有的父母可能觉得 孩子处于青春期 叛逆期 对自己的话难免没有耐心 听不下去 但无论是青春期还是叛逆期 都绝不是孩子 可以对父母恶语相向的理由 而且孩子连父母都不放在眼里 以后也很难会尊重他人 如果孩子有随意冲撞父母的表现 做父母的一定要趁孩子小 早早纠正 推卸责任 天下的父母都想尽自己的权利 去保护孩子 但保护也需要讲究方式方法 有一句话 是很多父母长辈都挂在嘴边的 他还是个孩子 这句话仿佛暗示着 孩子无论做错了什么事 都可以被原谅 之前在网上看过一则新闻 一对母子来到景区游玩 儿子无故连踹了好几脚景区内的绿植 而妈妈却以轻飘飘的一句 她还是个孩子搪塞过去 且不问这样一个男人 还能不能称之为孩子 就算真的是小孩子 难道就可以随意乱踹景区植物吗 与之行程鲜明对比的是前段时间 为国献身的几位烈士 他们同样也是父母的孩子 年龄也都很小 但是对于国家的那份责任感 让人心生敬意 因此当你的孩子犯了错时 千万别说他还只是个孩子 请教会他什么是责任 霸占东西 霸占东西看上去是占有于过强 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特别是随着家庭条件改善 小王子小公主越来越多 他们从小就觉得家里所有好吃的 好玩的都应该是自己的 还有的孩子看见喜欢的东西就会占为己有 不管这件物品属不属于自己 但是他们并不会意识到 父母是出于对孩子无私的爱 才会把最好的都给孩子 当孩子觉得 父母给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是理所应当时 他们自然学不会感恩 日后也不会孝顺 更学不会分享 研究发现 孩子物权意识的敏感期 大约从三岁开始 当我们发现 孩子有了物权意识后 应该正确引导并帮助他度过这一时期 不可放任自由 对长辈动手 近两年出现了越来越多孩子打母 伤母的新闻事件 今年年初 严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名十二岁的小男孩 弄坏了饭店的物品 于是找到母亲 请求他帮忙赔偿 母亲便教育了他几句 谁知这名男孩突然生气 扑向了妈妈 对着妈妈动了手 周围的时刻看了也感叹 这孩子脾气可真不小 不知道各位妈妈看了这类新闻 心里作何感想 这样的孩子 长大了会孝顺父母吗 我想答案已不用多说 其实孩子有情绪是很正常的事情 允许他们通过别的方式发泄 也情有可原 但唯独动手打父母 是万万不可纵容的 孩子还小的时候 你觉得他动手不足以对你造成伤害 但长大后呢 因此当孩子有了第一次 动手打父母的行为 我们就要严厉制止 并且绝不允许孩子再犯 孝顺自古以来 都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 一个孩子未来孝不孝顺 从小时候的种种行为 就能看出 不守规矩 做事没底线 刘庸曾提到一个颇为深刻的道理 你不舍得给孩子立规矩 就会有人给孩子长教训 没有规矩的家庭 是罪恶的源头 不守规矩的孩子 是灾难的开始 前段时间 上海迪士尼乐园 一个孩子趁着威尼熊 在和游客互动 冲过人群 对着扮演威尼熊的人偶 一阵猛锤 工作人员看到后 立即跑过去制止 可孩子的家长却辩解道 道具服又不会打坏 干嘛非得为难孩子 而游乐园里 一般都有明确规定 游客不能攻击人偶 因为那套服装很重 重击下 很有可能造成 人偶服中的员工受伤 工作人员想继续沟通时 孩子的家长再次回怼 都道歉了 你还想怎样 每当孩子犯错时 总能听到这样的解释 他还只是个孩子 父母的溺爱 给了孩子不断试探的底气 从犯错逐步走向犯罪 父母的放纵 让孩子看不到 做人做事的边界 一步步坠入深渊 无规矩不成方圆 不被规矩约束的孩子 就像是手中 时刻握着一把刀 而这把刀 终有一天 也会伤到父母 懂规矩 是孩子不可或缺的 一堂课 守规矩 是人一生的修行 网络上有个话题 你遇到过最可怕的人 是什么样的 有个高赞的回答写道 将自私刻进骨子里的人 他们的一生中 没有真情可言 只有利益大小 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幼儿时 他去邻居家玩 走的时候 非要带走邻居小孩的玩具 如果不给 就对邻居家小孩大打出手 年轻时 考试想要抄同学的答案 但是同学不同意 于是 他一怒之下 撕烂了同学的答题卡 成家后 他想要卖掉父母的房子 做投资 父母不愿 于是 他立即翻脸 与亲生父母 反目成仇 仔细想想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 小时候某小例 长大后 眼里只剩利益 这类人看似一生顺风顺水 但其实 都是靠伤害他人得到的幸福 想要的必须得到 得不到的就毁掉 自私 就像一颗种子埋在心间 在不知不觉中 变成毒瘤 究其根本 大多都是 无私的爱 失了分寸 才让孩子 越来越冷漠 自私 很认同 特别狠心 特别爱中的一段话 父母给予孩子的爱 不是太少 而是太多了 不忍心 他们从小体验生活的艰难 也不懂得适当时机 向他们索要 因此 最终导致子女们 一辈子艰难 一辈子 向父母索要 让孩子的生命中 住进阳光 心中 才会更富有 很多时候 父母往往要求孩子 成绩好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却忽略了 比这些更重要的品质 希望今天的文章 能帮到各位父母 重视孩子的道德培养 愿我们的孩子 都能懂得感恩 孝顺父母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